接下来今天要跟大家来探讨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叫做Multiable Choice Question Multiable Answer 就选择题里面的多选问题 在这个问题里面呢 我们会接着去阐述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道理 就是不要被PTE的听力所吓到 尤其是它的Presentation 它的表达方式被吓到 It does look very daunting It does look very scary 它的语速很快 然后它的表达方式呢 有的时候你又听不懂 但是呢 这些都不影响我们把正确答案选出来 OK 那么这个多选题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多选题一开始 它有一个七秒钟的准备时间 我们一样先看问题 先看问题 然后多选呢 你会觉得多选 它可能从直观的印象上来讲 你觉得多选可能是以细节题为主 对不对 细节题 选细节为主 但实际上呢 很多多选题 它是要让你选主旨 它问你 What is the purpose of this talk 然后接下来呢 它给你 比如说有五个选项 然后有两个选项里面都是它的主旨 OK 或者其他的方式 但是呢 下面给大家算是一个经验之谈的小技巧 关于多选题的选项 这个多选题呢 一般来讲 根据我们的追踪 我们会发现 它是以这样的形式出现的 五个选项里面 一般是两个正确选项 七个选项 如果它的选项呢 里面有七个 七个选项里面呢 我们一般情况下会选三个 So two out of five 或者three out of seven 这是我们的一个相当于是跟踪之后发现的结果 极少极少情况下会出现六个的情况 如果是六个的话呢 它也是选三个 但是六个几乎不会出现 那么这个题呢 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吧 多选题呢 就沿用的这样一个方式 阅读里也是一样啊 阅读里有多选题 它都是选错了 会倒扣分 但是呢 你不选 它不会不扣分 所以说这个话什么意义呢 如果你比较保守 想这种 以拿分为主 你在选一个正确选项之后 如果你点了next 它会是有一个正确选项的分数 明白我意思吗 就是如果你选一个对的 跟一个错的 那么这个 你选了两个 一个对一个错 这个题也没有分 假设你选了一个对的 另外一个没选 它是有一定分数的 OK 所以这个我们是求证过PTE官方的一个 收到他们专门的邮件回复了 这个题的打分机制呢 叫做partial credits partial scoring 所以说 你如果只把它做成单选的话 还是有一定的分数的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主题啊 这个主题一开始就是这样 The purpose of this talk is to 干什么干什么 记得我跟大家说那句话 写到你的笔记本上啊 不要被PTE的 不要被PTE听力的表现 表象所吓到 Don't get scared OK Don't get scared Don't get scared by his presentation 还是这个题呢 依然大家听的时候会听到 语速比较快 内容呢 比较抽象 或者比较搞笑 OK 或者很多人听不懂 说白了就是这样 你看了 好多的时候你都是看了它的文本之后 才发现 哦 它原来讲这么回事 听的时候压根没有这个概念 但是 但是呢 我说了 它表象是一方面 presentation是一方面 真正到选项的时候 这种真金白银的东西 帮助你拿分的 做选项的时候呢 它会有另外一套技巧 比如说这道题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选项 ABCDE 五个选项里面 那么正常 我刚刚说了 正常的正确选项呢 就是两个 对吧 就是两个选项 那你在听之前 当然没有机会去读它了 因为听之前只有七秒钟 这个七秒钟 是不够 不可能把五个选项全部读完了 但是你听完之后 你如果仔细研读一下 ABCDE的话 你会发现 因为是主纸题 它五个选项里面 有两个选项的意思 有一种奇妙的 就是connection It's very interesting 有两个 ABCDE里面有两项 它有一种 感觉是在一个方面 或者一个点 用了两个方面去 用了两个角度去诠释 OK 我不知道这个 大家理不理解 我现在给大家一点时间 去看一下 ABCDE 在我们真正 我们把顺序换一下 这个题呢 我们先让大家来看选项 我不给你听 我都不要给你听 内容是什么 你光看ABCDE 然后呢 帮我分析一下 给大家一点时间 看完 你觉得哪两个项 哪两项选项 比较内容上相近 你把它选出来 OK 给大家一点时间 先读一下 ABCDE 注意看 找一些细节 它有可能是 某一个 某两个选项中的两个词 它是一个同一词 对吧 或者是某两个 最直接的 就是两个选项中 它的意思 很相近 都是你找的证据 OK 那不管怎么样 五个里面有两个 是证据答案 我们先把两个证据答案 试着找一下 在不听任何听力的情况下 Let's do it OK Have a really good read And we'll see you What happens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OK已经有人慢慢有答案了 其他人其他人看一下 OK 有人觉得 发现A跟B C跟E是互相排斥的选项 那你觉得答案 那你选的是什么呢 你想到了这个点 你继续往下去顺着你的这个杆往下爬一下 你觉得 对吧 就是按照你的这个想法 你觉得A跟C组合起来更顺呢 还是B跟E组合起来更顺 Jennifer选的BE Jasmine BE OK Interesting 好了 其他还有几个人没有选 快 抓紧时间 我们再给一点点 再给10秒 再给10秒 大家选一下 OK Nancy Anginous OK 大家都选的是BE 很奇怪 很奇怪 大家都选的是BE Anna是AB OK Good Good Very good OK 很奇怪的一点 首先我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OK Let me just tell you the answer first 等一下 这个就 等一下 我们先听一下 好吧 我们先听一下 先不告诉你正确答案 不见得是这个 大家选的比较奇怪 比较奇怪 我们来听一下答案 不是 听一下听力 我把听力放一遍 完了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没有选BE的 你可以 大家绝大多数人选的是BE 对吧 你如果选BE 你看 你要证实一下 是不是 如果不是的话呢 你可以再 再考虑一下 我先放一下听力 If you think about light bulbs they're an enormous infrastructure they're in every building in the world more or less they have kind of a privileged position above us around us they can see if you think about it you know most parts of any room the kind of key was to say well what if we consider a light bulb not to be a light bulb but actually to be a digital projector it just happens to be really low resolution in fact it's a one by one pixel digital projector turn on the wall switch and giant pixel comes out and paints your room okay well that's ludicrous but what if you put a higher resolution projector inside that same familiar glass bulb well now you have a device that can illuminate if you turn on all the pixels the same color you still have a light bulb in the usual sense but if you turn on the pixels different amounts and different colors then you're kind of projecting information out into the world and if at the same time that you're doing that you put a little tiny camera inside the bulb then not only is information flowing out of the glass but you're collecting optical information so screw one of those into every one of these fixtures and suddenly you have a means potentially to put display and interaction everywhere throughout the world we are lit okay 就是前面这一点 对吧 好了 现在听完之后 要改答案的 改答案 或者是 或者确定答案的 你可以再选一遍 听完了之后 你发现答案 或是什么 当然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答案 你这个听力 你发现了吧 这个人一开始说话 我不知道谁 心里是这样 但是绝大多数人 听到这个语速的时候 我心里是崩溃的 是吧 听到这个小伙说话的时候 他觉得这个语速 我去 这是上天的语速 完了之后 他的那个内容 也特别抽象 他说了一个 关于light bulb的事情 关于那个电灯炮 然后light bulb 他又说了一堆 有的没的 这个light bulb 能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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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又不是他 又不是他 通常的这种作用 不是说他能照亮 而说他可以变成一个 什么digital camera 他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digital projector 一个projector 一个camera 这是什么意思 来 我现在听完了之后 有没有谁要给答案的 ABCDE里面 两个选项 有没有谁要给答案的 没有是吗 没有是吗 OK 那么我来公布一下答案 Anna改了 就Anna Anna 唯一一个没有选BE的 最后也选成 改成了BE 是吧 你现在会发现什么呢 这个文章 正确答案 其实就是BE OK 所以恭喜大家 又是全部人做对了 恭喜大家BE 是正确答案 但是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 我每一期课 都会拿这个做实验 就是有一次 有一次 没一次 有一次 没一次的 就把大家当成一个小白鼠 有的时候 但是呢 很有意思的是 如果我不让人先去看答案 我之前有做过这个实验 一个班 十几个学生的时候 不让人看答案 那个班15个人里面 最后选出来的答案 是五花八门的 就直接听听力 按照正常的常规方式 我说你注意一下 文章的细节 什么的 注意一下主旨 注意一下开头 注意一下结尾 我就那样去讲 结果呢 听出给我选的答案是 ABCD 怎么样的排列组合 基本上都能看到 那个班我印象是15个人 对吧 15个人 选的都是这样的 但是呢 你发现在我们看来 在我们看来 这个听你说实话 它比较难 Not kidding 对吧 我们刚刚听到 首先它的语速 其次呢 它真正的内容 对吧 它讲的内容 可是 你可以发现 你看答案 跟不看答案 是两个 选出来的结果 是两个 完完全全的 两个故事 对吧 Two stories So different OK 那么也就说明 一个什么问题呢 还是回归我刚刚那个点了 不要被它的 presentation 不要被听力的 这个表象所吓到 OK 你看 B跟E当中 我刚刚让大家找了 一些相似的东西 Jasmine很好 Jasmine她把那个 点就说出来了 她说 Everyday objects And mundane items 是它的线索 对不对 Everyday object 指的是每天都能见到的事物 然后Mundane这个单词 它可能需要你有一个词汇量的一个积累 但是Mundane呢 它指的是那种平凡的 平庸的 对吧 它可以 可以拿来说人 也可以拿来说事 所以说呢 在E里面 光凭这一点 你基本上就可以做这么一个connection 那我们听力中其实讲的是什么呢 其实讲的就是说 让你去思考一种 新的事物的方式 对吧 比如说 light bulb 是一个很常见的东西 电动炮 然后呢 他中间说了一句 But what if you consider light bulb not to be a light bulb But a low digital resolution at a low digital low resolution projector Sorry 他原话这样的 low resolution projector 一个低 低分辨率的一个 投影仪 对吧 他说了一个 actually is a one by one pixel 他说了这么一个事情 one by one pixel 打出来好了 一乘一像素的 一个像素就是一个小方块 一个小方块 对吧 那么one by one pixel 它其实就是一乘一像素 那就是很不清楚的一个 只有一个颜色的 这么一个投影仪 那就是我们的灯泡 对吧 但是呢 他说想象一下 假设它不是一乘一的 假设它里面有千千万万的像素 你把一个电灯泡里面 给它打成一个百万像素的 这种这种 这种的设置 那你如果把所有的这种 一百万的这种小方块 这每个像素 调成同一个颜色 它还是个电灯泡 对不对 但是呢 如果你不是 你把它调成不一样的颜色 那它不就变成了一个 同样的颜色吗 那么在这个时候 你用一个电灯泡 你就可以干嘛呢 你打开电灯泡 其实你可以在向外 project information 向外往外去打 去照这个信息 那么同一时间呢 他说 I consider if you put a camera inside the light bulb 同时候呢 你在里面放一个摄像 这个这个照相机 或者摄像这个这个摄像头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你又是在从外界来收集信息 这个过程 还是一个电灯泡 但只不过此时 你在收集信息了 你这样一想 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对吧 你就觉得这是一个有什么 跟创新啊 跟科技啊 innovation啊 用的承担关系了 对吧 所以我们要找的 如果你用正常的方式 正常的方式去做题 你看 你得先理解这么多的信息 然后呢 再从当中去找这种线索 OK 当然也是一个 就是我们需要 拥有的一种能力啊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去解题 那么你看吧 ABC里面 A说 他说 suggest ways of make indoor lightning more economical 啊 economical在这个里面呢 它 它是由economy 变过来的形容词 但是呢 这个里面 它叫economical 不是economic 它指的是经济的 节能的 就省钱的 那个方面的 那个意思 就是做经济仓 比如做经济仓 省钱 就是economical 然后呢 那这个就排除了 压根没有提到 没有提到省钱的 事情 对吧 C 他说 persuade listen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scientific study 这个说服听众呢 去参加一个科学研究 就是压根没有提到 然后呢 D 他说 describe an artistic exhibition using familiar items 就是描述一个艺术的展示 artistic exhibition 压根没有提到 pass掉 然后最后是e 就是说 encourage listeners to think creatively about mundane items 这个creatively 跟前面那个inspire new technology 其实可以对应上 然后呢 后面这个mondane items 就可以对应他这个 everyday object OK mondane items 对应这个everyday object